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当年马英九也讲过说他不选 讲了100次 最后还是参选 不过到底是哪一个挺郭的大佬提议的 就算这个是假议题 今天的风向求是 韩国瑜有可能再起 如果说韩国瑜他要介入总统大选 那么侯友宜跟郭台铭有可能会两败俱伤 柯文哲呢他会渔翁得利吗 因为今天看到郭台铭找李嘉峰当副手 李嘉峰不就等于韩国瑜吗 那郭台铭不就等于韩国瑜了吗 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了 如果说这是谢点灵提出来的 是何盛峰的意思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郭台铭 自己的想法又是如何 郭董你确定吗 如果你真的确定的话 你要想清楚了 因为我知道你要抓的是 深蓝选票再加上中间选民 但是中间选民会挺韩国瑜吗 还有当年我们看到了这起事件 也就是罢免韩国瑜 所以在当时有94万票罢免韩国瑜 郭董难道这94万票你不要了吗 今天看到了谢点灵他提出了这个意见 可是你在害郭台铭 你帮的是侯友宜 所以我们说国民党在今天这个情况 可以说是乱成一锅粥了 民分配就是挂 而至于郭柯佩 这是歹系脱棚 国民党乱成一团 我们同时今天看到这两位讲说 哦没有 我没有要跟侯友宜挂堪板 我们不挂堪板 这个意思就是拒绝要跟侯友宜来合体 不过今天我们也看到了 有关于副总统赖清德 他已经对中国表达了善意 可是中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了 疑美论 甚至是依赖论 中国他就是在分化台美关系 企图以军事威胁介入台湾的选举 习近平现在应该先顾好的是 中国的经济才对 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包含邀请李嘉峰担任部首 国台面间连说两次说 哦我没有听说过 不过管长陈志涵开直播 聊到三年前的枪击案 语出惊人 指控说民进党叫人来的 认定就是民进党团开的枪 不过绿营党团扬言要提告 侯友宜他的选战疲软了 金浦聪邀请很多个蓝军的神级大咖 加入发言人团队 像是李明贤 李明贤说我等半个月了 石沉大海 有消息说这是金浦聪 利用发言人的职位下封口令 今天晚间我们有一连串的报道 平均系统的江华议长谢点灵 锁定的就是韩国瑜的部人李嘉芬 担任郭台铭的部首 民进党团的回应是说 郭台铭他的传说很多 所以民进党现在看的也是眼花缭乱 不过可以确定是什么呢 他的动作跟主张 确实他就是要选总统了 至于他要跟谁配 民进党是献上无限的祝福 近收看的报道说现在谢点灵的系统 就是锁定李嘉芬当部首 看好李嘉芬是进可攻退可守 那么今天看到谢点灵跟刘坤李 也觉得说因为深受谢点灵信任的 政治顾问是刘坤李嘛 他就说现在私下开始串联地方 这件事情已经开始串联了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传说郭建英最早考量的 就是韩国瑜本人 不过韩国瑜在723的全代会 他出面力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侯友宜作罢了 再来又说郭台铭要找的是女性啊 本土啊南部人士担任部首 这个形象要跟郭台铭来做互补 所以有两个方案啦 第一个就是说李嘉芬他可以凝聚韩粉 而且可以吃到部分蓝军的票盘 他有冲高郭台铭的联署分数 所以郭李配可以向郭阵营来秀政治肌肉 当然有一个另类就是郭韩配了 那今天大家去问侯友宜 哇他又是一贯的评论说我没有评论 但是韩国瑜在723党代会上 本来他又出国 他专程过去 但是他觉得李嘉芬不可能会跟郭董配吧 好那么今天还包含说 外传和盛峰跟谢点玲玲的张家 台中的严家都有共识了 唯有郭柯和才是非绿阵营的胜选方程式 那当事人当然就是否认的 其实李嘉芬说 大家在选举前都太无聊了 今天又不是愚人节 只能说这个是伯军一笑 不过也有国民党立委分析说 郭台铭他独立参选 基本上他不认为李嘉芬会接受 也有蓝营的幕僚认为说 李嘉芬他其实接受的机会不高 因为这等同让韩国瑜去当罪人了 国民党会失去整合的可能性 尤其是知识栏 知识栏本来就是对韩国瑜不太满的 李嘉芬如果真的接受韩国瑜的召唤 那么知识栏就会全面的返韩 所以我们看到韩国瑜办公室 今天就发声明 可是只有几个字很简短 就说嘉芬姐 现在全心专注在教育跟公益 希望外界不要做任意的传播 跟不实的讯息 当然有一个讯息就是 上个月的那个时候的全代会 侯友宜韩国瑜不是上演大和解的戏码吗 可是现在李嘉芬要当郭台铭的部首 所以挺韩是挺假的 韩粉本来就是跟侯友宜不合的 四年前韩国瑜参选总统的时候 侯友宜当时是以市政行程为优 缺席这个全代会 所以这个心结根本就没有解的 我们来看看2020年 当时的选举韩国瑜的表现如何 他以为他会赢 结果他惨败选输了 蔡英文还有在2020年高雄市长 他被罢免了 别忘了当时的同意票数 接近了94万 罢韩通过 所以才问说 郭台铭 郭董 难道你不要这94万张的选票了吗 邻居无党势力由南北奔走 从议长系统到基层里长联谊会 统统不放过 要展现主流民意 站在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这头 如果你们有机会支持我 我一定出来替所有无党无败 所有的大主流民意大联谋 所有的选民给你们服务 好不好 好 必要不来必要不来 好 知识者情势激动 要郭台铭催油门 2024选到底 只不过难题浮现 9月联署启动 名单上一定得填上副手名字 外传郭阵营锁定韩国瑜太太 李嘉芬出任 达成另类的郭寒沛 多这些新闻的都 都是 我讲句实话 我自己都没有听过 李嘉芬本人也驳斥 大家选举前太无聊 今天又不是愚人节 但真的是空穴来风吗 抽丝剥茧 原先是由身受张化新议长 谢典林信任的测试刘坤里抛出 背后盘算就是希望云林张家 能够协助说服韩国瑜出面站台 形成拉韩打猴局面 丢出李嘉芬任副手是个水温 郭阵营原先就锁定 由中南部女性单纲重任 而台中市长卢秀燕 虽然受到青睐 但碍于郑兰军背景 几率为乎其为 另外公卫背景的 成大现任校长苏慧珍 也是一时之选 但也传出遭到婉拒 生根基层气势如虹 但郭台銘没有副手 也难以单枪匹马 抢下2024宝座 记者综合报道 如果说李嘉芬真的要出来选 那么政坛会再度讨论 侯涵他们的微妙关系 因为两个人之前同台 那个时候我们记忆犹新 侯友宜他拉近韩国瑜椅子 这个画面令人印象深刻 韩国瑜在拳带会上 跟侯友宜还拥抱 也被视为是大和解 不过后来传出的备案说 再加上这一次 李嘉芬被点名跟郭台銘搭档 所以韩国瑜是真心力挺 侯友宜吗 很多人说很假 侯友宜挪椅子到底把韩国瑜 拉近还是拉远了呢 小细节倒进侯涵四年新节 也让全带会上的这个拥抱 多了更多解释空间 本以为723韩国瑜排除外南道场 和侯友宜合体是象征深蓝 和韩粉正式归队 但一周后马上爆出 韩国瑜私下建议朱立伦 要是侯友宜9月民调没起色 必须有备案 如今侯友宜选情好转 又有地方派系点名夫人李嘉芬 搭档郭台銘 甚至传出郭阵营最早的考量 其实是韩国瑜本人 这个说法有一点消费韩市长 跟这个李嘉芬 对面对像这种不善意 或者是恶意造谣的解读 我们当然是会予以搏斥 我们没有任何的备案 我们就是支持我们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韩国瑜挺侯友宜是真情还是假意 政坛开始出现阴谋论 韩半赶紧发声明 澄清子虚乌友李嘉芬 目前全心专注于教育与公益 要外界别传播不实讯息 只是韩国瑜洞见观瞻 登高一呼就能左右战局 他社长的质量能量很高 即使是他的户人交分解出来 还是一样 虽然是会打了一些折扣 但是还是会有非常多的韩文 会去支持他的中村的韩文 大概80万至100万之间 他让他往哪边走 他我们会跟着一起走 绝对不会受少数干扰因素的影响 我们共同为了这样的一个大目标 当中央在很团结 就怕已经归队的蓝军在分裂 记得朝天江国风 SNG小组台币采访报道 刚看到两人拥抱的画面 感觉很假 因为侯友宜他要救自己的选情 他为了拉台选情 现在进办 他向立委参选人发出了通知 就是说立委参选人设置四面 联合竞选看板 那我补助你经费20万 所以金普聪是在6月28号 他接掌侯敬办的执行长 多位蓝军的战将 徐晓星 李明贤 叶元芝 他们都说 我有接获征询 受邀加入发言人团 可是一个月过去了 侯办始终没有发布 正式的人事讯息 这个是什么意思 有党务要角之一说 金普聪 他是要利用发言人的职位 下封口令 来遏制党内的杂音 为什么 因为我当发言人 那我口径要一致 言行一条边 实际上我的言论自由 大大的受限了 所以很多受邀的 他现在还在考虑说 我要不要答应你 加入这个发言人团 民进党的这个部分 看到说 敬办再筹扩边 发言人要打的是联合空战 可是你仔细看 好像少了蓝军的男女战士 意思就是说 哎呀 你邀请的这些名单都不完整啊 因为你少了现在 蓝营新生代的空战高手 林涛你也少了这个声浪挺高的 蓝军战神罗志强 好像也没有蓝军女战神 立委王洪威 那会有一间讲说 他跟所有的立委团结 他要努力的打一场胜仗 所以他保证陆续会有很多 立委核挂 看板 他会推出一个不一样的文宣 他抢救选情 已经抢救到这个地步了 可是王洪威讲说 我本来不要的 但是现在我正在思考 我要筹备挂看板了 所以我会把跟侯友宜的合照挂上去 那挂上去之后 我才会来申请补助20万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不要小看这个看板的影响力 想到当年的陈以珍 陈以珍以他的民调 他是选得上嘉义市长的 可是在当年 他是因为一副看板 投给陈以珍 就是支持马英九 结果陈以珍落败了 当年的宜兰县罗东镇也出现了 投给林兹庙 就是支持马英九的看板 这些都是一个借鉴的 那么陈以珍今天讲 我不要跟侯友宜挂看板 因为他有讲说 侯友宜你继续穿国王的新衣好了 那个时候他被侯友宜的办公室 痛批说争乱 所以陈以珍当时讲了 为了遵循侯伴的意思 因此他说 全部的异常支持侯友宜 那个时候他讲 国王的新衣非常的美丽 甚至今天周宇寇爆料了警察群组 要抽侯友宜的民调 这上面有一个连结 连结说麻烦大家花两分钟填写 唯一支持侯友宜的民调调查表 请你送出 谢谢 我们来看看侯友宜要自救 赞扬选手杰出表现 现被市长侯友宜一早回归市政会议 选务行程同样满档 传出为了加强空战攻势 进办广邀明代加入发言体系 像是立委参选人徐巧鑫 游淑慧张思刚以及议员李明贤 黄绍廷等人名单不乏 亲近郭柯的小鸡 但不少新生带政论常克制库副 执行长林涛 战神罗志强以及王鸿威 却没被受邀 引发质疑是有意现做发言吗 所有的论述以及节奏会更趋一致 大概没有像外界讲的 会有前置言论自由的状况 党跟侯友伴本来就是议题的 不管有没有当发言人 这个头衔一点都不重要 重点是接下来检验民进党的议题 能不能具体的达成民众的要求 罗志强表示和侯友伴密切联系 有需要帮忙都会全力支持 侯伴大动作意图展现团结气势 传出也针对立委选情 颁出补助方案 母鸡小鸡盒拍定装照 侯伴祭出激励措施 只要设置总统立委的联合竞选看板 就能申请20万补助 现在正在筹备挂看板 我会把侯友仪的这个合照 挂上去 那未来我也会去申请 王鸿威又行动力挺支持 不过党籍立委陈玉珍透露 短期没有合挂看板需求 激励成效似乎大打问号 侯友仪先喊话抢救敌民民调 助攻小鸡选情 最终成效如何 还得看选民买不买单 记者综合报道 送错礼真的是蛮糗的 郭台铭在14号参加彰化北斗镇长 闫红林的就职典礼 特别送给他这一尊木雕官公 结果被网友亏说 啊 郭台铭你怎么乱送礼 为什么 因为网友说这是有历史典故的 什么历史典故呢 在三国治理 闫良是死于乱军之中的 三国演义的部分 是因为要凸显官宇的英雄形象 所以才有官公斩炎梁 那因为他去参加 闫红林的就职典礼 他就送官公的雕像 可是官公曾经斩杀炎梁 所以闫世后人跟官公 是由不共戴天之仇的 好糗哦 所以当事人说 我拜的是妈祖啦 但是相信郭台铭 这个就是一个心意 他是来给北斗真的 乡亲加油的 不要过度的解读 但是也很巧 闫青标任董事长的大甲 这南宫也没有祭拜官公 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历史典故 红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祝贺新科北斗镇长 闫洪林就任 亲自出席 还送上一尊木雕官公像 两人手捧官公开心合照 但这画面事后被眼间网友发现 这礼物送的实在尴尬 严是后人与官公有不共戴天之仇 不拜官公 郭炎两人手心里的官公像 去处也有点微妙 郭董官公像农场坐镇 积压鱼珠肯定乖乖 坏人不敢来 在三国制的部分 严良是始于乱军之中 那三国演绎部分 因为要凸显官宇的英雄形象 所以才有官公斩严良 史实究竟如何 先不研究 但也不用迷信 姓严的民众 还是可以安心拜官公 只是历史故事 牵扯政治送礼学 引发民众议论 记者林一峰彰化报导 公安他会被拉低 郭台铭的选籍 因为他涉嫌压诈 下属呼报了 诈领助理费用 合计是46万 后来他被起诉 高鸿安说 他没有助理说不愿意 可这个说辞 被他曾经最亲密的男友 李中庭打脸 李中庭说 我不愿意上缴 这一万多块钱的加班费 所以这一段话 成为检方认定 高鸿安涉嫌压诈 下属的铁证 不过今天四叉猫又讲了说 高鸿安在脸书上讲说 你不用找零给我了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他总共有花了八千零六块 可是他回去 他跟助理讲说 你不用找零给我 也就是说 你报数的时候 报的是九千 所以高鸿安在脸书发文才讲 他说 有的时候我的皮包只有大钞 我会跟助理说 不用找零给我了 这句话的意思 是要助理无条件的敬畏 可是高鸿安你刷卡 带电了八千多 回到办公室 你要算整处九千再还给高鸿安 这不是很奇怪吗 也就是说他皮包有大钞 你又说不用找给我 明细却打出八千多 可是你又要给九千给委员 这个要助理是无条件敬畏的意思 这会不会影响到郭台铭的选情 郭台铭说他自己走遍各角落 倾听民意 要了解的是主流民意 那请问这个就是民意吗 那么李中庭他的不起诉书的全文的读后心得 包含是什么 李中庭同时领三份薪水 鸿海一份 永龄一份 高鸿安办公室一份 李中庭的在职状况是什么 他在高鸿安办公室 在2021年3月离职的 而永龄基金会的这份职务 是在被爆料之后 2022年10月离职的 所以李中庭在高鸿安的办公室 工作了14个月 总共领了多少 53万2420的薪资 这个是很奇怪的 而另外是部总统赖清德 近期的出访巴拉圭 外交成绩非常优异 民意党今天召开记者会 展现赖清德的外交成绩 同时拿出了另外两位 总统参计员的外交成绩 做比较 同批说 柯文哲跟侯友宜在外交 是毫无建树的 不如赖清德的务实文件 赖清德主席 成为首位登上蓬勃 杂志的这个封面的亚太领袖 也再次的向国际传达 台湾自由民主的强烈意志 在记者会 不只要展示赖清德 优异的成绩 还要跟其他总统参选人做对比 批评侯友宜外交成绩 民进党发言人张志豪跟指出 新北市与其他国际城市的建交 长期没有进步 侯友宜市长 在你过去四年的市长任内 你的外交表现是零分 你的外交成绩是零分 那么在你补学分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你毫无作为 只称侯友宜市长任内外交无作为 不只触怒国际友人 还让欧洲政客表示无聊 而旁边发言人谢佩芬 则是点出柯文哲 诗言语录 一个口无遮拦 朝三暮四 自以为是的人 完全视外交为无误 痛批柯文哲的外交路 更是拿出列表 将柯文哲历年来的诗言 一一点出 不只曾引起台英外交危机 更是曾经在市议会上 称前美国总统川普是封狗 赖金的出访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打压 它是以这个总统特使的身份 出席了友邦巴拉圭 新任总统贝尼亚的就职典礼 其实贝尼亚在治疾的时候 首先他提及的国家就是台湾 而且当他提到台湾的时候 这个篇幅也是最大的 这个照片的立场非常的鲜明 因为讲了台湾不只是朋友 未来会以兄弟的情谊 拓展双方合作的关系 这一句话 这个画面惹怒了中国吗 典礼开始之前 跟美国的内政部长哈兰 握手寒暄一分多钟 哈兰甚至主动要邀请 他要跟赖金德拍下这一张合照 后来赖金德晚间 跟媒体查询的时候 也提到了 现在这个贝尼亚总统不断的强调 巴拉圭跟台湾建立稳固邦交的理想 那么当然他也提到了说 未来如果有机会领导国家 势必这个蔡总统目前的国安团队 也会是我国安团队的组成 因为这个是延续的 不过看到中方 坚行的就是一个例行性的干扰 记者就问了 是不是会在赖金德18号 访美反台之后 对台湾立即展开大规模的军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 中方很密切的在追踪事态的发展 同时要采取的是坚决有力的措施 来捍卫国家主权跟领土的完整 非常的阿拔 而今天看到的就是赖金德 他参与了这个活动 出席友邦巴拉圭新任总统贝尼亚的就职典礼 其中包含各国政要同台 美国内政部长哈兰 他也主动跟赖金德握手寒暄 赖金德在过境美国纽约时 特别接受主播张亚琴的独家专访 不只谈自己的国政理念 大方分享跟总统蔡英文的相处模式 除了完成交代工作 还一起接见他国元首 要破除不合的传闻 赖金德甚至说 他曾经邀请蔡总统到家里做客值班 其实我的使命 或者是我担任总统的工作 就是守护台湾 促进民主和平跟繁荣 我很希望能够在蔡英文总统 相同的民主道路上 推动国家希望工程 坚定讲出政治信念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金德 在美国纽约接受主播张亚琴专访 交到机动处双手不时紧握 眼神满失肯定 承诺或延续蔡英文总统的外交路线 自己觉得在最近尤其在半年多以来 好像很多行程排出来 是不是都让你开始站到第一线 宣誓就职之后总统就只是任务 所以总统交代的工作我都尽量去给他完成 有时候总统会邀请我一起接见 特别是邦交国的元首或者是总理 2019年的时候当时你们在总统初选 所谓英系或者是新系 新系主要是讲赖系这边 因为有一点竞争的关系 这个是这样的 民进党的文化就是对内竞争对外团结 所以当初选结束 蔡英文总统邀请我当任她的副手的时候 那这些竞争就转为团结合作了 获出不合谣言 赖清德强调与总统蔡英文关系良好 大方分享曾邀请蔡英文到家里做客 不过在野阵营战略转弯 不公内讧 试图把战争跟民进党划上等号 因为很多国民党人士或者要操作的人士 就是说你投给民进党 你就是兵役一年 你就是会上战场 这场选举不是和平与战争的选择 我没有办法点菜 否则是我们有权利选择 到底是要民主还是要专制 你放弃主权 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和平 你为什么觉得你比侯友宜 柯文哲 郭台铭 更适合当中华民国的总统 让我们后代的子孙 可以持续在这块土地上面 长治久安 安居乐业 究竟赖清德为何认为 自己更适合当总统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雅琴看世界独家专访 记者综合报道 各位观众我们来看看今天最新的消息 也就是这是最新的民调 每天岛电子报在2024的大选追踪 民调的支持度 赖清德依旧是保持领先 再来是柯文哲的21.9% 再来是侯友宜 21.7% 所以柯文哲侯友宜 两个人不相上下 赖清德依旧保持领先 这个就是萨喀都的最新情况 可是如果说再加入了郭台铭 也就是四角都的情况 依旧是赖清德保持领先34.8% 我们看到再来也就是柯文哲老二 但是侯友宜跟郭台铭 两个人一直在追 郭台铭一直在追侯友宜 呈现了12.9%跟18.9% 两个人不相上下 郭台铭目前依旧是 民调呈现老四 可李嘉芬现在要过来当副手了 这会不会跟这个民调是有关系的 他依旧是老四的状态 好 今天我们看到天气方面 受到低压带的影响 高雄山区下起了间接性的大雨 在茂林132县道4公里处 今天大概下午的时候 出现了大规模的土石摊邦 造成交通一度中断 当时民众经过发现 土石崩落的时候 连忙停车 目睹摊邦的过程 吓了一跳 受到山区豪大雨的影响 茂林132县道4公里处 在下午2点多 发生了大量落石 当时有民众要经过 看到落石从山坡上滚了下来 都吓了一大跳 这落石油的体积相当庞大 从山坡不断滑落 而且持续了好几秒钟的时间 就连施工单位 之前在山坡边 施作了护栏 都被落石打坏 后来茂林区公所 赶紧通知厂商清理落石 警方也在现场进行人车管制 疏导交通 虽然目前厂商有派机具到现场清理 也清出了一个车道 远警也在现场戒备管制通行 但是因为这几天 山区天候不稳定 间歇性的大雨不断 也提醒民众经过要特别注意 记者刘启文高雄报道 我们要再来开这个最新的民调 也就是美丽岛的电子报 2024大选的最新民调是 侯友宜保持第二领先 柯文哲 不过赖庆德依旧维持领先 灾情的部分包含了台风 兰恩直及日本带来的暴雨 跟强风 造成各地严重的灾情 鸟曲线是最惨重的 因为河水暴涨道路中断 当地有村落成了路上的孤岛 今天下午还有上千人遭守孤立 导致其中有一名80多岁的女性 在避难所心肺停止 今天这个讯息就说 馆长陈志涵究竟怎么了 他跟民进党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逆转 因为他开直播 说他遭到枪击 就是民进党开的枪 民进党喊告 馆长直播怒哄说 你来告啊 你不告 就是孬肿 稍后来 欢迎回来 官长陈志涵 昨天在YouTube开直播 被网友问到说 2020年8月突然枪击 那件事情他突然大爆走 他自己认定说 这个就是民进党开的枪 那么网友就问说 是不是因为民进党 没有帮你处理枪击案 所以你现在想要报仇 他怎么讲 我是自从我的枪击案 发现是民进党叫人来的 不是他没帮我处理 是我现在认定 就是民进党开的枪 他还继续讲 他点名了好几个人 他说陈明文违法接见 帮宝和会 还有中文制后面的金主于天 找了二十几个立委 帮宝和会的金主直接开脱 所以民进党跟宝和会 就是麻吉麻吉 然后来开枪他 可是呢 他讲了一句话 他没有证据 不过他又说 但是可以去搜寻 陈明文宝和会典域长 中文制于天 这个关键字 你就会发现 这个是什么 恶心的结构 不过陈明文回应了 他说因为现在这个选举嘛 讲到他 拜托馆长不要再讲他了 为什么要把他染 还莫名其妙 他说宝和会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那件事情 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事情 就是办理增建 他就说 这个是选民服务 这个不是特件 增建的这个准驳 是看守所或监狱决定的 之前当面跟陈志涵说明了 他不认识宝和会的 不过事实是什么 事实就是2021年那时候枪击案 那么馆长的律师是黄国昌 4月28号开庭的时候 他讲说陈明文办公室 曾经协助外人增加 接见竹联邦宝和会 在另外一个枪击中的枪手 黄启文跟陶燕成 所以整个接见的事件 由来是这样的 可是你看这一张函 这个是之后陈明文发文 秀出跟法务部矫正署的公文往来 证明说他没有替 涉及馆长枪击案的枪手 刘成浩 办理弹性调整接见 或增加接见 在那个时候 他已经证明了这件事 所以民进党今天就讲了 你这个是造谣抹黑哦 影响到民进党的声誉了 涉及违法了 他们现在要搜集影像跟言论 而且不排除提告 余天很生气 他说你没有证据你不要乱讲 真的是他擦的胡说八道 而馆长他的最新脸书回应说 民进党你如果不告就是孬种 你做了一堆违反法律的事情 还敢讲话你就来告 我们来看此话一出也震惊外界 民进党强烈博斥 更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 绿营痛皮是五级之谈 不过这番言论可真的震惊到 被点名的当事人 立委余天很无奈 表示自己曾经 对不特定多数人进行毁谤的话 不构成刑法毁谤罪的要件 那如果是对于特定人进行毁谤的话 行为人恐怕要证明这件事实是否为真 或者是否为可受公平之事 如果无法证明恐怕涉及刑法地 310条毁谤罪 最重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黑人陈建州到底有没有性骚扰大牙 陈建州今天上午到地检署说明 其实他已经神赢50天了 这个是在神赢50天后首度健身一身黑 他现身在北检 他是以告诉人的身份来应讯的 他短短讲几个字 希望透过法律捍卫自身的清白 所以他在抵达北检下车之后 他先向媒体鞠躬之意 为什么要鞠躬 这也很奇怪 后来上午10点的时候 历经了大约一个小时的应讯 他说本案进入司法程序 未来有机会再跟大家说明 他戴了一个黑色的口罩 穿了黑色的西装外套 搭了黑色的领带 但是外界觉得说你好奇怪哦 因为他不出北检之后 在暴雨当中他又鞠躬 他又比赞下雨 你有雨伞 可是你不撑伞 故意淋雨让大家拍 随后大车离开了 还比了一个赞 那么大牙的经纪人说 目前大牙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出庭通知 那么原本向大牙提的这个民事 告诉求偿1000万 突然撤回了民事诉讼 为什么 因为他要改告的是刑事诽谤 现在就是一个社会观感的问题 他为什么要告大牙 律师也有分析在检报 侦办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发现了他真的 对大牙做了不该做的事 可能会从原告变成被告 可以往后退 稍微往后退 我们要动线 我们不会被下雨 开完停离开却下大雨 黑人照样走向宇宙 上车前不知哪来灵感 让他来个华丽转身 对着镜头竖大拇指比赞 不顾灵的一身失 其实地结束超伤 可以就近买伞 不必落堂机 卷入MeToo五十天以来 首度现身 黑人看似体恤采访记者 但媒体真正想问到的答案 他都避重就轻 有律师分析 不论黑人是否碰了大牙 警方可能得找十一年前的 目击证人在调查过程中 如果发现案情上升到 妨害性自主公诉罪的程度 可以另外分案侦办 黑人会因此变被告 假装如果认为说 犯罪嫌疑忠告的时候 这个在证据充足的 这个情况下的话 警察官随时都可以 把他从这个告诉人 转为被告的身份 为何黑人撤告民事酬长 改告刑事诽谤罪 律师认为动机不再胜诉或败诉 而是利用侦查不公开 这面盾牌为崩坏的形象直写 记者综合报道 也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是YouTube频道推出了 山道猴子的一生 他在描述一个年轻人 爱慕虚荣 他借钱改车 在感情当中迷失自我 陷入了无限轮回的悲剧 内容很写实 所以爆红了 有一些重击的骑士 去观察这个车圈的生态 不少的年轻骑士 难以衡量自己的经济能力 加上比较的心态 不小心沦陷了 忘了应该量力而为 观察车圈生态多少有够名 李先生骑重机三十年 从小都喜欢 曾花一百五十万元改车 包含轮胎刹车拉杆链条等 半供半毒存钱 但选择转换心态 毕竟怎么比都比不完 像可能骑一台日本车 可是我当看到很有钱的大哥 骑了一台欧洲车的时候 是不是很羡慕 促使我可能要想要赚更多钱的动力 尽可能摆脱无畏的比较 但说到现实面 女重机骑士多少耳闻 车圈的都市传说 超零六到七年 率性的雅醇也是重机爱好者 时常去赛车场练车 同样有感而发 看不少重机女神 也有经营YouTube 这回作品被网友封为神作 刨山耍库只是一时得料理而为 避免将自己困在油暗隧道 今天听到很多人在捍卫自己的清白 也有总统参选人等级的这样人物 送错礼物 持续会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清白 外传的要邀请你加分女士来搭档您的副手 我自己都没有听过 背后被开枪的感觉真的很不舒服 我没有评论 关公敬奔良 颜良没能反应过来就被关于斩了 美台购连以过境为幌子安排赖清德在美从事政治活动 是台湾当局企图以美谋独 2023年魁卯年就是所谓的黑兔年 不要到这个经常出现汉式的水域 也不要在河边海边来钓鱼 好 稍后回来告诉大家鬼门开 而在台南到底是有哪一些地方被称为是最鬼的地方 今晚最近稍后回来 正面回击美方的依赖论跟仪美论 你对于这个跟中国的对谈 你有什么进一步的呼吁吗 你有什么话对中国讲 只要在对等尊严的潜力之下 我们很乐意跟中国来对话合作 隔空向中国喊话 副总统赖清德也要告诉台湾人民 在维护主权情况下 和平与对话依然可惜 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那我们愿意在确保我们的安全的状况之下 跟国际社会链接来跟你对谈 那在野党所提出来的主张是说 好 台湾跟中国是一起的 然后再来跟中国说 你不要对台湾侵略 但面对在野党 不断将台独标签贴在他身上 赖清德强势反击 国民党讲出一个slogan 就是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 上战场这个事情 会不会变成这次选举的一个话题 中国要并吞台湾 也不是从民进党执政开始 在野党所提出来的策略 难道就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和平吗 他们的主张基本上都先放弃了主权 没有主权的和平 怎么可能是真正的 不过来清德过去自称 务实台独工作者以及走入白宫说 都传出美方依赖论 赖清德也正面回应 甚至在之前好久以前我就记得 开始在炒作这个依赖论 对于依赖论的部分 现在还会出来 可是美方已经在消毒了 这个是中国宣传的一部分吧 他一方面在国内制造 以美论嘛 那也在国际社会制造 以赖论 没有所谓以赖论 也没有所谓以美论的存在 站为两岸外交立场 赖清德展现和在野党不同格局 要证明他才是能够守护台海和平的最佳人选 记得综合报道 昨天晚上农历七位一号 子时是鬼门开 所以网路社群列出了台南最诡异的地方 但也有网友讲说 其实鬼门开不可怕 没钱开这是比较可怕的 到底哪一些地方是被台南列出来 比较诡异的地方呢 其中看到这个四草大桥 杏林医院 还有中校运动公园 跟台南公园 跟南山公墓 不过也有命理是讲说 因为2023年是黑兔年 2024是青龙年 黑兔走入青龙 有篡位不自量力的意思 相对是比较不吉利的 这一只黑色的兔子 2023吉凶 也就是黑兔年 当然刚刚看到的这些地方 被列出来说是最恐怖的景点 还有余光岛 也是榜上有名的 网友就询问说 为什么会有这些诡异的事情 竟然有人说这是老板来店 有人说是钱包 因为出去前 钱包是满的 回家就空了 那也有人说台南小吃摊很恐怖 因为每次都觉得自己被猪腰不生 因为到了小吃摊 就会一直吃不停 小妈妈骑车被路旁 一百五十公斤重 锈时的电线杂重 伤势严重 时隔将近一年 现在跟厂商达成八百万元的喝解金 马路右侧 腐朽的耗制灯 整根网路上砸 当场砸中了在停灯红灯的 四十三岁 陈姓女骑士 高达一百五十公斤重的耗制杆 砸中女骑士头部 安全帽被敲出一个大洞 女骑士腰椎颈椎多处骨折 伤势严重 这起惊悚意外 就发生在去年九月份 彰化园林的中山南路 与南昌路口 耗制灯每半年都应该检查维修 却没有发现机座内部已经严重袖石 加上台风来袭 大风不断 两层悲剧 陈姓女骑士 当时才生下女儿三个多月 时隔一年经过复健治疗 仍有脊髓损伤 下肢瘫痪 甚至大小便失禁等严重后遗症 检方分案调查云林斗六的维修 厂业者是否涉嫌过失伤害罪 目前本案以达成和解 以新台币八百万元达成和解 并撤毁告诉 维修厂商达成和解 厂商也该确实巡查维修 不要再有下一个受害者 记者林一峰 彰化报道